记者陈嫌疑台东报道 台东一名35岁的赖姓男子南迪九尹 但已身无分文 直接前往超商拿了酒就走 店员要求付钱置之不理 直接报案抓九重 关山警分局池上分住所拒报赶往处理 赖男数度反抗咆哮不要碰触他的身体 还假装走上柜台预付款 将持数分钟 警方制服上靠带回 池上分住所拒报 有人拿酒不付钱 请警方到场协助处理 警员苏佩尹 陈信番及石凯生随即抵达现场 并向拿酒不付钱的宋男好言相劝尽诉付账 未料赖男居然耍赖 故左右而言他 告知行诉法三项全力后 上靠带回 警方表示 赖男已非第一次拿酒不付钱 据店长转述赖男都趁店员在忙时拿酒开了酒盒 而且不付钱就离开 被店员发现要求不付 但赖男总是说要请家人来付账 但最后都没有 因为家人也不理会他 店员觉得赖男克林 自认到梅子付 未料赖男却是随之位再度上门 造成店员很大的困扰 警方了解状况后 再次劝说禁诉付钱 但赖男仍是马尔东风赖住部里 警方告知行诉法三项全力后 依诈器陷阱犯上靠逮捕 请不吝点赖男人 请不吝点赖男人